他們將白色炸車後擋風玻璃全碎 右邊尾燈凹進去 滿地的碎玻璃看得出來 剛被用力撞擊 而女駕駛還在車上 看起來表情很不舒服 妳頭會暈嗎 妳有沒有吸安全帶 我剛解開了 妳剛解開了 妳現在有沒有覺得 哪邊最不舒服 好 錯 女駕駛一度卡在車內 臉上有血跡 衣服也還有血字 神情痛苦 被救護人人趕緊帶下車 妳是在停紅燈嗎 對 原來女駕駛開的白色轎車 跟前方轎車都在停紅燈 一輛載有山貓的貨車 卻沒煞車直接撞上 可是煞車不急 這樣直接撞上去 煞車是零的 煞車是零 被撞駕駛頭暈目瞬 驚魂未定 急著打電話聯絡家人 救護人員也先拿出紗布 替駕駛做簡單的包紮 這個山貓的小貨車 然後好像最撞到前面 天空燈的剛才自小客 其中一台自小客車的駕駛 受傷比較嚴重 然後回到世界上 出現場就發生在 事前路與文化路交叉路口 後方殺死車疑似 刹車失靈 先追撞白車 接著往前推撞 總共造成一人受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是否真的是 刹車失靈 詳細車禍原因 還有在警方詳細調查 記者侯國馬教育教育報導